李爾是我在 《中國時報》的時候認識的 當時我們被《中國時報》 一起派到北京去採訪 亞銀年會 那是在1989年的時候 所以換句話說 我跟他認識已經29年了 後來他到日本 去當駐日記者這樣 明晚是台南人 十三歲就去日本生造圍棋 照你講 你應該是帶一本木 是 我在遇到劉璃兒以前 我的頭腦裡面 已經沒有台灣姑娘的這一塊 我想我一定是會跟日本人結合 你連用詞都很中國 台灣姑娘 就我眼中裡面只有日本人就對了 只有日本人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 你們怎麼認識 怎麼交往 怎麼說呢 隨便認識 等一下我給你趕出去 他有一個怪招 因為他講了一大堆 我無法聽懂的中文 所以就聊一下很多謎 我碰到他的時候 我中文幾乎不太會說了 不過我碰到他 我就很勉強的用一些 自己還算認識的中文 可是他有一半是聽不懂 你是在什麼場合被他電到 我算是一開始就被電到 所以第一眼就一見鍾情是不是 就被雷打到了這樣 電到了 我就發生興趣啦 說被雷打到是有點誇張 你覺得他 你被他電到的時候 他擠伏特的電 高壓電 因為我比較沒有被別人電過 所以不容易比較 過去都沒有觸電經驗 他講到很精神 電一直被電到這樣子 你來講啦 他怎麼追你的啦 沒有啊 就傻傻的 就覺得他傻傻的 那是什麼樣的認識 沒有 因為我們當初就是覺得 因為還是各自有不同的領域啦 所以就是說你會想的事情很不一樣 所以會覺得對方還 對方有好奇心啦 那我想這大概是第一點吧 然後我覺得其實 你說當初怎麼認識 其實一點都沒有道理 因為婚姻其實像一個 沒有標籤的罐頭 你沒有打開根本不知道 裡面的語音是不是臭掉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運氣就對 運氣 賭博 那這個罐頭打開你覺得有什麼 還可以啦 還可以 因為他說他每次我們吵架 他就會來跟我求勞 然後他就說 他說因為日本今年有一個流行 去年的流行語叫35億 35億是什麼 天下男人有35億 不差你這一個啦 然後他就說就算有35億 那我一定也是會 是對你最好的一個 就是李代表 雖然他不滿意這樣 這樣講還不滿意啊 那我們通常就是說 就是說以我而言 我算對你是最好的 我自己這樣想 那他也是說 以他能夠做的而言 他是對我最好的這樣子 他說你要再找到這樣的人 不大容易每天在強調 自己的存在價值 那可是以後 那個可以給你 那是一個人